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人这一生都在为认知买单 知识上曾有个人们提问 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有个高赞回答是 认知是不同人之间唯一的本质区别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 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和思想 思想决定行动 行动决定命运 人的一生都在为认知买单 一、归因偏差 比失败更可怕的是不懂反省 王阳明曾说 学虚反己 弱途则人 只见人不适 不见自己非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需要不断自行 倘若一味抱怨 只会让自己在失败里不断地转圈 电影《历春》里 黄色宝心高气傲 一心想考美院 却一直考不上 第六次落榜后 他开始抱怨老天故意捉弄 自己怀才不遇 甚至还埋怨父母没给自己一个好出身 到了30岁 还没有工作的他 只能待在家里 啃老 人生海海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把失败一味地归咎于他人 真正聪明的人都拥有反攻自行的能力 他们勇于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 有一位相照推销员 在刚开始工作时 销量十分惨淡 于是他开始冷静思考 经过分析 他发现产品的价格都没问题 剩下的只能是自己的问题 于是每次推销失败 他都会总结失败的原因 是表达不够有说服力 还是不够热忱 有时他还会去问商家 麻烦您告诉我 我刚才什么地方做错了 您的经验比我丰富 请给我一点指证 直言无妨 不必保留 慢慢的 他的销售技能越来越好 订单也越来越多 后来他被提拔为高路杰公司总裁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特先生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需要窗户来看外面的世界 需要镜子来看自己的内心 窗户看到外面的明月 镜子看到自身的不足 自省就像一面镜子 清清楚楚地照出我们身上的不足 真正厉害的人 不是受推卸责任 而是会适时反省自己 人生漫长 难免会遇到不如意之事 与其抱怨别人 不如多自我审视 在反射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先解决内因 再接受结果 才是一个人能成事的关键 二 光环偏差 比无知更可怕的是一片概全 心理学上有个光环效应 指的是 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外表很好时 便会下意识认为 他的其他方面也很好 也就是说 我们很容易因为外界因素 而产生某方面的认知偏差 就像大家都认为 面容平和的人是好人 而相貌丑陋的人 大概率容易做坏事 要想避免产生光环偏差 最重要的就是全盘考虑 避免根据片面信息来推论整体 毕书敏曾在探亲的路上 遇到一个穿轴破烂的男子寻求搭车 男子声称自己的孩子没奶水喝 他跑出来借点米 要赶回去给孩子熬米汤喝 毕书敏觉得男子不容易 就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男子上了车后 司机突然告诉毕书敏 他有个同事 曾因为给一个可怜度人搭车 被杀害了 毕书敏听完后 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他回头看看男子 发现男子正在搬动他的体包 为了不让男子做坏事 司机加快了车速 车子都痛不已 男子报警了体包 当男子要下车时 毕书敏叫住了他 他要确定自己的体包 有没有丢失东西 才放男子离开 到了车上 毕书敏发现自己的体包 被跟绳子紧紧地绑在木条上 原来男子靠近体包 是因为自己捆绑体包的绳子断了 直到真相的那一刻 毕书敏为自己的误解 感到惭愧不已 曾在电影中看到一句台词 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 任你怎么努力 也休想搬动 偏见就像一把刀 刺伤着你我 当我们用带有偏见的眼光 去看待别人 就容易把美好的事情看成罪恶 最后后悔莫及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我们无法体会他人的痛苦 唯一能做的是打破思维的牢笼 放下心中的成见 多角度看待他人 3.从众偏差 比躺平更可怕的是盲目跟风 从众心理艺术中有这样一句话 任何事情都是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 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理智的思考 从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信息泛滥的时代 很多人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看到别人做什么 自己也跟着做什么 结果相忙活一场 得不偿失 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有个朋友 是大家公认的脑袋灵光 精力充沛的人 但因盲目跟风 做了多年生意 也没赚到什么钱 在餐饮市场火爆时 他跟着开连锁店 结果因为厨师离职 无力经营 不得不关店 在快递站流行时 他跟着开了快递站 最后因为管理不善 站点倒闭了 看到别人炒股盈利了 他也一头扎了进去 最后存款全被套牢 折腾了几年 只收获了见长的年岁 和衰老的容颜 盲目跟风的人 总感觉忙忙碌碌 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正有智慧的人 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面对外界的诱惑 他们往往更能保持理性的判断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段时间 美国西部的一些人 发现了一座金矿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涌过去 但只有速度比较快的一批人 通过淘金赚到了钱 那些后面去的人 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赚到 而有一批人 不像这些淘金者一样 去追逐金矿 他们另辟袭境 通过卖水和淘金机械 给淘金者 收获了一波财富 盲目从众 人云亦云 很容易被别人牵涉鼻子走 成大事的人 往往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 每个人的生活 都在于自己的筹谋 不随波逐流 清醒做事 才有从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机会 电影《交付》中有这样一句话 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刻画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个人认知的高度 决定了他世界的大小 在失败面前 先自省 后谋略 才有机会翻盘 面对他人 放下偏见 放得看到世界的真相 在风口之上 保持理性 终能选择自己的天地 往后余生 愿你在生活中 请自省 多思考 打破认知的壁垒 拥抱无限的潜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